第二个公案就是 我一个朋友 那个郑基斯 他工厂在台北的某一个地方 记得有一点的过年 他跟我讲 他说因为我们台湾的工厂 过年开张 就开工的时候都会拜拜 都会祭拜 然后他刚好到公司去上班 他们里面的一个干部 那突然间 因为他那个干部本身 好像在一个公庙在帮人家办事 他本身的行为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看到一个人活生生这样死掉 就在他面前 他就跟我们那个郑先生讲 因为郑先生看到他的时候 他对了墙壁讲话 台湾话讲 说不要这样啦 有什么事情大家好好说 我反正故意说不要这样啦 有时候事情我们慢慢商讨商讨 是这样 对了墙壁讲话 对了空气说话 我们曾经说 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 我们一早来就是这样 对墙壁说话 他看到了 他看到那个所谓的 不同文字空间的众生了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他说不要这样嘛 什么事情慢慢商量嘛 革命都讲说 因为人的习气种子就跑出来 我们现在讲说八戒八戒 郑先生啊 你赶快去买金子 买金子 台湾的金子 这个名字啊 就好像说印尖的钞票一样 这阴光大师有讲啊 人家问阴光大师说 这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到底是真来讲 是真的是还要用钱吗 轨道还要用钱吗 那执着才会有 阴光大师说呢 站在佛门的立场 不赞成 不赞成 但是呢也不鼓励 为什么 因为他轨道他执着他就会有 所以他就叫那个证先生说 你赶快去买金子啊 那我那个朋友证先生说 赶快去买 买回来以后呢 他一样在旁边把他烧啊 他就好像说 大家好好商量啦 你要要命啦 要钱 钱要我现在烧给你啦 就是他不是要钱 他是要命 他是要命 当场烧完以后 过不掉两分钟 突然间哎呦 好像是筋脏不熟 啪一下 躺在现场 好像是心脏突然间 突然间呼吸困了那种感觉 躺在现场以后 就口吐拍摸了 就送到台北的某一家医院 他叫我去跟他 因为我在做临终关怀嘛 我就过去了 整个人包起来像木乃衣 像木乃衣 用白布包起来 那我就 也就没有把他掀开啦 我就 跟他说一点佛法 然后呢跟他练佛 就是 当场这个斗计斗算的 这真的是 真的是事实 而且我还亲眼看到这两件故事呢 来特别跟各位分享